曾志强解读道的经 道他所重视的是柔弱 但是我们一般人都很喜欢刚强 所以人本来可以活120岁的 大部分人都活不了 就是你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因为你要刚强 老子再上告诉我们 柔弱胜刚强 可是你读书归读书 你时时刻刻都要刚强 那个只有靠自己 别人是没有办法的 老子他只是尽他的责任 一而再再而三 来把各种现象分析给我们 做参考 所以第四十三章 老子又告诉我们 天下之至柔 持成天下之至坚 他说你看天下最柔的东西 他可以驾驭最刚强的事物 大家想想看天底下最柔软的东西是什么 大家马上想到水 马上想到气 这个水跟气是最柔弱的 可是没有人打得过他 没有人能够战胜他 谁碰到肝膀 他也不用怎么样 他就这样滴滴滴滴 就把他滴穿了 气也是一样 那你只要一个小缝 他气就慢慢吹过来 那个缝就慢慢大了 最后整片都裂开了 你从实际状况你应该很快就可以了解 极柔可以胜钢 当然你说一滴水就能够把钢铁穿过去 那是不可能 但是他极垂很长期的柔 他最后会把那个钢给化掉 极弱就可以胜墙 强无法胜墙 只有弱才能胜墙 钢跟钢叫做硬碰硬 最后是两败俱伤 也不见得是好事情 所以我们有一句话 叫做与虚控食 你看车轮跑得很快的时候 你要杀他 那个刹车的钉片是很柔软的 我们用最软的刹车钉片 把最硬的那个轮子 很快就杀住了 这是事实 天下最柔软的东西 他才有本事来驾驭最坚强的事物 我们把它浓缩成一句话 叫做什么 无有入无间 什么叫无有 无有就是没有形状 没有质量的东西 又叫做无有 什么叫无间 就是密到没有间隙 密到一点空隙都没有 我们经常用铜墙贴壁来形容 那是一个铜墙贴壁 你人有本事给我穿越看看 穿越不了 实际上是穿越得了的 只是我们没有那个功夫而已 就是你把自己都忘记了 你一下子就变成气 然后你就透过去 那边再回复 当然现在大家在电影上是看到过的 在这边整个人不见了 只变成一股气 穿过去后 那边又回复原形 不是不可能 只是我们做不到 没有形字的东西 它才能穿越没有间隙的铜墙铁壁 无是以知 无为之有益 你没有形字 没有重量 没有整个的具体的东西 你才可以穿越那种 没有间隙 密密无缝的铜墙铁壁 老子就知道了 啊 原来啊 无为才是最好的东西 道德经中共有十二处提到无为 那么第四十三章中的这个无为 是否有其特殊意义 从柔弱圣刚强中 悟出的无为之道 又该如何理解呢 我们再三说明 无为不是什么都不做 无为就是你要做 要不断地做 要积极地做 只不过你所作所为 通通不能违反自然法则 这就对了 你顺着自然的法则 你可以多做 你想做 你就做 你不要顾虑太多 这个才叫自然 你看树木 它有没有顾虑太多 没有 它不断地要长 只是你上面限制它 它没有办法 它不会跟你硬碰的硬的 它用柔转反而是伞过去 它这边又生长出来了 那草也是一样 只要有一点点空隙 它就长了 它到处可以长 它不会说 我会找足的 你挡住我 我就把你冲垮 它不会 谁也是一样 谁都是到处留 老子就归纳出来 顺着自然规律 有所作为 才是最有益的事情 不言之教 无为之意 天下惜极致 他说 你没有用言语 就是你用身教 人家看了这能模仿你 你不要自己老想做什么 老想我有跟人家不一样的表现 你就顺着自然 你去做 你所做的事情 自然对大家都没有坏处 人家就很欢迎你 天下惜极致 稀就是稀少 是说 这么普遍 这么简单的道理 为什么天下人很少明白呢 也很少人做得到呢 这是老子的感慨 道德经第四十四章 老子要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你要修道 你要行道 其实不难 你只要做到两样 都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 就可以了 那两样呢 一个叫做知足 一个叫做知子 我先去做知足 我先去做知足